在上週我們想先為您播出 連身法王盧盛燕 在香港傳授孔雀明王大法的精彩內容 當天連身法王也特別為幾對新人做扶正 問19對新人 你們是不是真正的愛對方 再問一遍 你們是不是五十年後還真正的愛對方 非常的好 戒坦之前絕無惜言 在戒坦之前是沒有惜言的 你們剛剛講第一次問你們 你們說是 因為那是當然的 否則不會跪在前面 那五十年後 你們是不是真正的愛對方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們也說是 這個是非常有勇氣的 有勇氣的新人 才敢在戒坦之前 說五十年 永遠不變 如果變 這就是為世 不是中觀為世 而是違背了今天此時此地 在戒坦之前的誓言 所以在十尊扶正的時候 這是最嚴厲的 最嚴格的 最恨久的 那一種金石之愛 永遠不變的 那麼也在這裡 這個很誠意地祝福 這個十九對新人 早生跪止 百年好合 將來如果違背了誓言 就一起來出獎 那所生的貴子 貴女 也一起再來做沙門 出家做沙門 連身法王做扶正 加持十九對新人 同時也慈悲地為弟子 做出家界 和在家菩薩界的儀式 現在我們的畫面 再繼續來看 連身法王盧盛宴 在水共法會之後的 傳法開始 剛剛 給很多的 十九對的新人扶正 那麼扶正的時候 我一向都是 講一些不是非常 非常 講不下去 因為是新人 我們要把大孔千冥王 當成親人 那十九對的 當然都是非常親近的人 孔千冥王 他本身是新人 為什麼講孔千冥王是新人 在佛法裡面 所有的冥王都是非常凶惡的 唯有大孔千冥王 是非常的慈祥跟慈悲的 他永遠的祝福 曾佛中所有的弟子 永遠跟曾佛中的所有的弟子在一起 孔千冥王就是我們的 Sy heart 甜心啊 那麼十九對新人 回去以後都可以 他們互相講甜心 甜心 Sy heart 親愛的 但是人啊 跟人 難免吵架 吵架的時候啊 最後還是床頭吵 床尾河 床頭吵 床尾河 夫妻吵架 有一個舊的 這個兩個夫妻吵架 那麼吵得很厲害 就分開了 那先生啊 就很屋子 這個抖起來了 突然間啊 聽到他的太太在喊 親愛的 你在哪裡 親愛的 你在哪裡 那他先生一聽啊 心中非常的振奮 他趕快跑出來說 我在這裡 那麼太太就講說 我又不是找你 我是找我那條狗啊 我們的十九對新人 不能像這個樣子 他現在是 我不會在哪兒 好 都沒有 是 媽 是 不